车轮碾过脚,儿子毫发无伤 有天,我去学校接家里小朋友后回家 一转眼,孩子就跑了 刚好撞上侧面慢慢开出来的一辆车 那辆车跟着停了下来 我看到孩子双手推着那辆车的侧门 上身后轻,保护自己的姿态 孩子靠前伸出的那条腿退了半步 接着就大哭起来 我赶上去,查看孩子的脚 让他试着走几步 还成,还可以拐着走,看起来没大碍 到家没多久,就又蹦跶了 后来孩子跟我确认说 那辆车开过来 前轮的确是压住了他的左脚的脚面前半截 然后结结实实地撵了过去 但只开始疼了一会儿 就像摔了一跤的感觉 没多久就不疼了 我跟孩子说 我跟孩子说 专修大碑咒 开始时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后来向群里师兄们学习行住坐卧 随时随地 念佛持咒 目前持诵大碑咒总约一百一十万遍 感恩祝福菩萨 随起功德 禁止云 感谢观看